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的歌声无论高亢嘹亮 低音回荡 都充分体现了蒙古族人民 质朴 豪爽 热情的性格 那今天我就带你一起 去听一听那些来自草原的歌 栏栏天空 得了她豪翔的渴望 欢迎走进本期中国文艺 我从草原来 90年代初期 一首热情豪放的歌曲《走四方》 让乐迷们认识了韩磊 这位来自草原的内蒙古汉子 用酣畅淋漓 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 俘获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心 从此 韩磊在中国流行乐坛 站路投降 一杯里蒸满了春香的奶酒 塞冷了白冬塞海 朋友们 欢聚一趟 紧紧干一杯 sty香饭 brothers pellet on the backpack 唉 小三情商心 赞路把垫满消耗 每天眼光 我太多老子 冲 прост 心都不听一声 宝宝 泰尔满 喜 在黑暗一把油 那拉太狠 那拉索亚火灰 塞入了北洞塞 1968年 韩磊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的一个普通家庭 少年时期学习长浩的经历 让韩磊喜欢上了音乐 1991年 韩磊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 新人新生大型演出 他与生俱来的酣畅豪迈 和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 感染了在场的许多观众 一agram 灭得 repar 万年文鸯 问西阳 天山游游 北大火 寒儿寒思寒月亮 天山悠悠飞大花 咋不见照料火的红高粱 咋不见平坦坦盼头的炕 咋不见风雪里酒飘香 咋不见操作里的眼光 天太阳 咋不见风雪里酒飘香 咋不见操作里的眼光 天太阳 咋不见风雪里酒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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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见风雪里 有我的青春在流浪 高高的百花蕾 有我的青春在流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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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起起伏 伏温柔的曲线 芳麻爱的中原爱的不过和江南 别对冰刀雪剑风 与独情的陪伴 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花年 做人一滴甘胆 做人何解艰险 好情不变年复一年 做人有苦有甜 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铁城镇 踏遍万联河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 紧握住指线转 转眼无人间 爱的太平美满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没有什么王 我觉得 好的音乐人 很优秀的音乐人 优秀就很好 觉得这个就是要时间来考验的 每一位歌手都不敢肯定自己 未来的三年 五年 八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或者近日三十年 或者几十年 那都很老 很老了 我未必还在的那个时候 是不是 就是说能够再继续地愿意听你唱 因为留着你的视频 愿意继续在观赏 或者从中获得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或者说一样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信息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留到最后的那个 那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你给我一个笑脸 让我心跳一辈子 使我的目光永远 融进了你的背影 随便宜 岁月老去 我已不耐 转过身往事 突然清晰 重复你的 无法 再也能传起我的记忆 夜深深 梦缠绵 人沉醉 既然离别难免 今生何必相会 今生何必相会 流星山过 莫虚伤悲 千百年之后 谁又还记得谁 谁又还记得 记得谁 夜深深 梦缠绵 人沉醉 既然离别难免 今生何必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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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星山过 莫虚伤悲 千百年之后 谁又还记得谁 谁又还记得 记得谁 无论是外形条件还是演唱风格 韩磊都具有蒙古族男性 与生俱来的阳刚之气 在他二十多年的演唱生涯中 韩磊用那独树一帜的嗓音 在中国乐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然而大家可能并不知道 生活中的韩磊也有非常幽默 搞笑的一面 大家都喜欢叫他蒙叔 看到韩磊老师的时候吓死我 就不敢跟他讲话 他脸就这样 一直这样 然后看过来的时候 你说韩磊老师好 然后就这样 很严重的样子 可是认识下来我觉得他非常搞笑 然后他非常地鼓励我 他还送我一个马头琴 然后送我他们蒙古人的那个 黄色的那个围在脖子上面 那个就是蒙古人最珍惜的东西 他还送了我一条 你不能说你是蒙族 原来我没来之前 我都不知道有这词呢 这什么叫蒙 我要说是不是傻酷呆 来了这儿以后 我真是发现我也变年轻了 我的心态变年轻了 我尽管没有太老 但是我也不小 但人家你看那个状态 像一个大哥似的 一个很可爱的蒙大哥 我直接就蒙叔了 磊叔 蒙叔 韩磊大哥 就差叫大爷了 有一段路 周末尘要磨磨磨咱交账 有一副胆子要试试咱肩膀 有一句话 又寄在了咱心上 爹娘将好男儿 指在四方 有一盘珠缚撞满了咱心囊 有一网泪水牵挂着咱成长 有一句话有记忆在了咱欣赏 爹娘将好男儿志在四方 好男儿创就创出个名堂 好男儿赶就赶出个模样 好男儿咱要对起爹和娘 好男儿咱要为我成功良 有一番祝福装满了咱行囊 有一网泪水牵挂着咱成长 有一句话有记忆在了咱欣赏 爹娘将好男儿志在四方 好男儿创就创出个名堂 好男儿创就赶出个模样 好男儿咱要对起爹和娘 好男儿咱要为我成功良 成功良 比起蒙古族歌手的声音 能想到的关键词大概都是低沉 浑厚 雌性 但接下来的这位蒙古族女歌手 这声音可就是低不下来 1999年 在首届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节上 他与600名扮演刘三姐的歌唱演员 共同演唱了一首《山歌好比春江水》 高亢的嗓音立刻引起了 全国人民的关注 他就是私情隔日乐 我中间是第一个出声 就等于是整台的晚会 是我第一个出声的 所以当时我唱歌下来之后 当然场上非常特别沸腾 就开场开得很好 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化妆间里边 好多人从那个化妆间里边跑出来 刚才那个谁唱的 谁唱的问 好多人都这么问我 还挺奇怪 我说为什么呢 我也没支撑 就他们说这个孩子唱的 你唱得太好了这样 然后其实我一直对我自己的这个声音 不是那么太自信 所以当时那么多人夸我 我还是挺高兴的 我没有凶他 好多人员 我一直对我一起玩 我一个人亲爱的 汉带 min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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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蒙古族的姑娘 斯琴格日乐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 她以独特的高亢嗓音和创作才华 成功走进了观众的内心 虽然她的声音穿透力很强 却没有让这种力量成为表达的缺陷 对于歌曲中细腻的情感 有多少执着等待 谁记得是年前的爱 谁等待攀山的步伐 谁为曾经诺言失眠 谁为我生人流泪 谁为我生人流泪 穿上把你的红衣裳 捞出你项链来 青花香烟一白起来 悲战之间不再梦怀 谁会记得那青葱随缘 什么还是相约着未来 谁把那年春天的晚霞 映在今晚红月上 穿上白衣的红衣裳 闹出你项链来 烦起舞蹈跳起来 有什么无伤在胸怀 未来路总想得满海 眨眼着云烟在脑海 满墙潮潮就化作今天 相纯的情可白 你可不 fi 身败 你的红衣裳 踩上把你的红衣裳 搂出你项链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